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社会一直有声音称本澳劳工政策漏洞重重 雇员薪酬难以合理调生 晋升困难 令不少打工仔受到不同程度的侵权 近日有博彩员工就表示被公司无理解雇 认为本澳劳工法律存在着漏洞与不足 但劳工局回应指有证据现实无理解雇投诉不成立 自2002年赌权开放以来 澳门经济快速发展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很多崗位因为本地劳工无法满足 因已输入外劳解决用工短缺问题 截至2015年澳门输入劳工17万 其中建筑工人达4.8万 外劳廉价劳动力加重本地劳工就业压力 而同工不同层问题一直以来都困扰外地劳工 本地与外地劳工身资问题还未尘埃落定 雇佣合同结束后 无论劳工法还是外务法对文化水平较低劳工 所面临转工问题都没有及时有效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澳门赌收已经接连14个月下跌 不佳的经济状况令失业率出现轻微上升 已经有雇主表示会谨慎聘请人员 已收紧薪酬水平 本身已经事件白出的劳工问题 因此变得雪上加上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众论节目 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今天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 澳门立法会议员李静怡 欢迎李源 以及新澳门学社理事长苏家豪 欢迎苏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本澳劳工政策等相关问题 近期陆续有本地的建筑工人投诉 虽然任职的地盘未完工 但本地人开工不足 甚至被无理解雇时有发生 地盘更是拒绝本地人求职 而日前更是有博彩员工就表示 疑似被公司无理解雇 认为本澳的劳工法存在着漏洞与不足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李源 其实现在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 当然如果是有理解雇的员工 我们也有收过投诉 雇主刻意做一些原因去有理解雇 这就一定要看回 就是劳工国要去调查 但现在出现市民更不满 或者打工者更不满 就是雇主作理由都不用了 他就是无理解雇 这是在建筑业也挺常发生的事 因为建筑业上本地人工作的稳定性不足 一直以来都是说 可能我完成了这部分的工程 细盘口就会炒了本地人 但反而外固来到的时候 他就因为有份合约 其实他的工作更加稳定 可能持续半年一年都在地盘工作 而反而本地人就不是 做一段时间外劳到场之后 然后他们就会被人炒 所以在这里建筑业的投诉也很多 这很明显就是跟现在外固整个审批 监管或者处罚机制 政府没有很严格执行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这里有些雇主也会觉得 第一我可以尝试申一下外劳先 用一个很低的人工去请 然后我就肯定请不到本地人 我就请外劳 请了外劳之后 还有我们发现不少个案是有剥削的 在雇主来说他觉得 因为没什么成本 就是不要紧要 我剥削了他或者我用低工资 到你去劳工局投诉 外务都不容易 他去劳工局投诉的时候 我最多就给出这笔钱 其实又没有什么处罚后果 所以我觉得从劳工局好人之办 好处理这些个案 其实一旦发现有剥削外劳或者本地人 甚至无理解雇本地人的情况 其实他们都应该有一个后果 除了要赔回这笔钱给工人之外 我还有一个后面的附加处罚 譬如我限期不再给你申请外劳 或者是我会减你一些外劳额 让到雇主要明白 他不只是说等你敢不敢去投诉 投诉原劳工查不查到真实情况 我再给出那笔钱出来 不只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否则员工其实已经受到损害 因为他在整个加班 可能在整个过程之中 欠薪削扣 他真的收不到那笔钱 到最后我被迫都要跟雇主和解 各样东西 其实我员工也是受损的 这个除了是一个劳动市场上的问题 劳资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都很影响澳门的形象 所有的人外劳回到去 遇到一个这样的经历 他一定会跟人家说 澳门好像卖劳工卖猪仔 我去到你那里工作 人工已经是低的 你还要剥削黑扣 一有这样的个案出来 其实我觉得影响很严重 所以人资办 或者他们审批一些这样的雇主的时候 他是不是应该都要有个 我们俗称叫黑名单 你不应该再助纣违约 你再批外劳给他这么多 你要有个后果给他 现在有部分雇主真的心存挑衡 觉得我未必会有问题的 甚至乎你未必会处罚我 这样就会对于 我觉得整个法律的执行上面出了很大的问题 好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聘用外地雇员法也是规定聘用外地雇员 也是遵循这个报酬平等的原则 目的是为了避免外雇工资较低而影响本地人就业 但是还是会出现无理被解雇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其实同工同酬的这样一个政策的推行 在市场上是否产生到了一个正面的作用呢 苏先生 我想正如我们一直强调 就是外劳的输入 其实就是一个补充本地劳动力不足的 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但是就不是给老板去聘请一些廉价的劳工 即外劳和廉价劳工是不同的 是不能够把它联在一起去说 如果遵循刚才所说的原则 刚才所说的同工同酬 无论本地人或外劳的人工都一样 其实是会令到本地的雇主 都会愿意多些考虑去聘请本地工人 因为他觉得外地的劳工 人工亦都一样 可能还要支付其他的补贴 或者住屋或者交通的补贴 我想他会愿意投入多些本地工人 在这个公司里 所以我们一直都跟一些市民去解释 就是说我们将外劳的人工提升到跟本地人一样 并不是损害本地人的 而是帮本地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工作 我想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原因 好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现时有18万的外劳也是在澳门工作 那么其实人资办在审批外雇时 他们的相应的标准和要求是怎样的利源 另外就是说这个外劳退场机制方面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是否当局应该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改善 其实审批的标准等等方面 我觉得澳门是极其宽松的 也都承接上刚才的苏先生说的情况 所谓同工同酬 澳门本身是一个法律的要求 也都是真的所说的 如果一个外劳 大家思想想 它是可以工资低于本地人很多 甚至乎任凭剥削的 那在成本效益的比拼上面 一定本地人是没有议价能力的 因为你怎样都不够它便宜 这就会变成一个廉价便宜的竞争 其实这样也不是一个健康的方向 但问题就是 现在政府所取得的指标 或者是一个要求是怎样 我们为何会骂它宽松呢 用建筑业为例 建筑业现在 如果一些专业公众 我们了解市场上本地人 譬如如碩士 毛板这些专业公众 其实本地人是去到千多元一日 一千至到一千三四元都有 视乎地盘大小 但是外劳是多少呢 外劳政府仍在用一个指标 就是11,700月薪去输入 其实跟本地人肯定差很远 我们就算开不足工 做十日 人工都高过外劳的月薪 11,700 这就是为何他们更愿意请外劳 而不请本地人 甚至乎用了本地人的证件 去请外劳进来之后 就一定会解雇本地人 其实就是因为中间差额这么大 怎会不赚这些呢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 政府不单是11,700的指标 是十年前所谓的建筑业 最低工资的输入外劳指标 是没有加过十年 我们通胀也这么多 他也不加 这已经是制造廉价竞争的问题 另外还要政府审批的时候 他居然是会在这些专业工种 批出外雇的月薪 是八千元九千元 七千多元都有 他是比他口中声称所说的 最低工资指标 都重要低 我觉得很质疑政府的 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在取得什么标准和要求 他连自己取得出来的 最低工资要求都遵守不了 这样就是很明显一种廉价竞争 其实对外劳来说 他没有一个合理的公司 因为这类型的工作 其实也很辛苦和危险 现在这个工资肯定是低 比市场也很不合理 对本地人来说 形成廉价不合理的劳动竞争 本地人一定没有机会入行 甚至乎 原本可能有机会入行的人都赶走 行内的人更加 雇主不肯请他 因为他觉得你贵 于是乎都不请 这个行业的后续梯队 只会越弱 更加没有人愿意入行 因为这个工资本身也很辛苦 再加上人工会那么低 当然不再入行 对于整个行业的持续发展 或者一些技术要求的提升 都有负面 我自己看过一些资料 譬如新加坡那些 他们都会订出一些工资指标 或者一些成本 让雇主不要想着 倾向要请廉价勞工 因为他们会觉得 在人之紧张的时候 其实企业需要如何 优化你的工序 或者引入一些生产上的机器 各样的东西 提升你的生产力 这样才会有一个 生产技术 或者各样的行业规范上的提升 但不是我 如果我们可以劳动 浓动物责 甚至是用廉价的劳动物责 去搞定一件事 然后我就不会说 我要怎样去提升生产力 提升质素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未来一个 科技发展、技术发展 或者一些行业的正向健康发展 都是一个负面 所以我觉得政府是现在 无论一些审批的指标 退场机制更加不用说了 他从来都不是严格执行 这个主动退场机制的 被动消极的 你这个地盘完了 这班工人走 他就最多是做到这样的 根本就不是一个主动积极的政策 好的 其实苏先生您认为 从目前来看 这个外劳输入方面 您认为合理吗 就是另外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去坚持 这个严谨的外劳额的审批 以及退场机制 日后将会产生怎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现在澳门 64万的常住人口 里面当中有17万多是外劳 其实这个比例相当之惊人 在邻近一些 就算是一个发达地区也好 我想这个对于澳门人 一个本地人的就业来说 一直由回归之后 2000年开始有五一游行 接着一直都是叫这些诉求 但是你看到十几年来 政府是没有在这方面做过 针对性的一些措施 令到本地人的诉求一直在 但是我觉得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 我们的质疑就是说 究竟那个发展的速度或规模 是不是这个城市可以负荷到的 就是我们讲过假设 假设澳门有30万的劳动人口 但是你创设了80万个职位 就是我们30万劳动人口 都全部就业 我们失业率是零的 但是我们有50万的外劳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 过去经济发展好的时候 我们的质疑是这样 但是当然现在我们的经济 就是叫做回落 其实所谓的回落 都是回到一个平稳期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更加是时候 去严格执行外固的退场机制 去保障本地人 就是叫做到过比较 以前艰难的一个时刻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一个好的时机 去政府做这件事 好的 其实刚才也是说到 在这个经济发展昌旺的时候 也是有不少打工仔 都是受到不同程度的侵权 而目前经济已经出现了 放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已经有公司要求雇员放无薪假 甚至是裁员 其实我们的这个政策 是否能保障到 这个本地雇员的就业和薪酬方面 是真正的不受到外地雇员的影响呢 李源 其实在一个外固额上 我们觉得这个时间 真的要去评估和收紧 一个就是我们之前都说的 澳门经济这样 迟了这么多年上去 我们社会的承载力 各样东西出了很多问题 这是正正在放缓的时期 很值得检讨一件事 外固额的数量 是否真的要去到这么多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从一个失业率 我们说的本地人的失业率 都过去两个月有微升 就是它的数量可能是几百人 但它真的已经上去 我们觉得很不合逻辑 我们说的法律上的要求 就是你本地人的就业充分 甚至乎找不到人的时候 你才会有外固作补充 如果本地人的失业率已经升上来 那它们要重新投入市场 就不应该受到现在庞大的外固数量 去阻碍它们投入务动市场 所以在这里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一定要调控外固额 要收缩 甚至乎我们看回 即使在7月份的外固数字 比起6月的时候 有所降低也好 其实它都是近几个月以来 比较高的水平 还有除了建筑业 最近会少了一些人之外 其他我们几大行业 酒店、饮食、批发零售 其实外固数量仍然在升 但你同步和我说 有本地人失业多了 多了人没工作 然后同步这几大行业 是澳门发展得最旺 又最多本地人可能入职的行业 你又外劳在升 究竟中间你如何协助本地人 回到劳动市场 还有些雇主公然 他们都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 很明识地说 我们请人更加谨慎 如果是这样的取代之下 政府不是收紧外劳政策 如何保障本地人优先的原则 我觉得这里是需要在外固压上面有所缩减的 好的 那么相关问题我们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议员讲坛 欢迎回来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实施政论节目 语言讲坛 我是宋雪亭 我们继续来探讨 那么上节也是说到了这个近期对于这个本地雇员失业率有所回升的问题 其实对这个问题 苏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另外就是这个本澳劳工政策 您认为最需要改善的是哪些方面 才能真正的维护到本澳的雇员的这样的一个利益 我觉得失业率在过去一直保持在2%以下 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挺出奇的一个经济的数字 我想当然刚才李议员所说 是因为过去十几年 那个经济急速发展 也都超出了 我个人认为 超出了这个城市的负荷承载 导致的一个数字 但是我想说 现在即使我们微升 首先社会不要看得这件事太严重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契机 如果整个社会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不是很正常的一个经济数字的时候 其实整个社会是不会 叫做思考究竟我们的劳工政策的出路 所以我觉得 现在透过失业率微升的这个契机 我们就更加要做好就是对于本地人就业 刚才所说到就是怎么样令到本地人可以重返 就是失业的重返劳动市场 他重返劳动市场不一定回到博彩业 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产业多元也好 一个角度去看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职业培训也好 其他的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失业雇员 他们可以透过培训去回到其他的产业 就不一定全部都是一窝蜂涌回到博彩业 我觉得对于澳门整个不单是劳工政策 对于整个经济产业的发展 都是一个好处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现在刚才也想补充一下 其实当我们不当外雇的劳动力有价的时候 简单来说就是无论是外地的 或者本地的雇员 其实他都是一个人 就是我们都要当他一个劳动力有价去看 但是如果当我们忽视了这个原则的时候 其实会产生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就是过去我们看新加坡 有试过 早前几千个印度的外劳 他们因为工资的低或者工作环境差 是有一些骚动或者暴动的 其实影响到只是几千人 已经影响到整个社区的安宁 但是如果在澳门你试想一下 如果十几万的外劳 其实之前已经出现过 有一些应该是内地的建筑工人 就是向中联办也好 向政府去抗议甚至游行 我觉得这个对澳门的稳定 是一个非常大的计时炸弹 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透过 第一就是将外雇的一个劳动的待遇 是提升一个正常一个人的程度 另一样就是对于本地雇员 如何重返劳动市场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契机去做 好的 那么在本月的行政长官答案问大会上 议员李静怡也是提问有关外劳政策的问题 行政长官崔诗安表示 希望本地人在经济调整期内横向转值 而劳工局议会积极地针对在职带心培训 第二技能培训做相关工作 推动澳门人在非博彩元素就业 以及被独听解雇的本地人提供培训和转机 其实对这个发展方向您是怎么理解的呢李渊 其实这个呢 就是看近很多个月的赌修下调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讯息就是说 会影响本地人的就业 那我想第一就是在外路上 这个一定要调控 刚才说到 那当然本地人 其实我们都应该要趁这个 调整的时机装备自己 如果我们有更强的就业竞争力 或者流动能力 其实将来真是经济出现任何的变化 或者某一个行业突然之间出现变化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需要有一些的流动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向上流动滑向流动 这个都是我们要提出的方向 所以几样东西 一个就是博企借着这个可能是经济下行 或者调整的时机 他不应该贸贸然说 就是你放无薪假 或者我就解雇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从政府的政策上面都不积极 而是应该就是说你给他一些大新的培训 要求博企就是我在上班的时间 安排一些培训 让他试不同其他的工作 这个我觉得是令到本地人可以 趁这个透气的时间 真是装备自己 亦都对他企业发展 其实将来有好处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能够密释一些员工 其实他挺有潜力 做一个管理层 或者其实他真的有一定的素质 我可以让他尝试去做一些技术工种 有不同的要求 因为我们在说 可能一些技术工种 他是一个比较 不是那么容易被取代的一个工种 所以可以鼓励员工尝试不同 就算将来我在博彩业上 做得比较累 前线做得比较累 我是否可以转一些不同的工种 尝试发展 这个也是一个 另外其实政府应该要很明识的指标 我们也看过一些数字 譬如好像现在你说 甚至说要裁员本地人 或者怎么样 但是一些管理层的职位 其实我们在说是晋升流动 管理层的职位 其实现在博企聘了的某一些工种 它的外雇比例是不小的 就是达到我去拿过一个工程部 和账房部门 其实有三分一的管理层职位 是属于外雇的 如果我将来政府很明识告诉你 其实一年后或者半年后 我就不会再批那么多给你 甚至乎我去到某一个限期 所有这些外雇我都会不再批压 那于是博企你就会在这段时间 去密释一些有天分 即是叫有潜质 或者有能力的员工 我就培养它成为管理层 半年后我就会升它上去 一年后就会升它上去 但是因为我知道 政府一年后不再给外雇我 我才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所以这些政策 都需要在现在一个 经济调整的时候 去很明识有一些指标 根据新日报道 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是大幅缩水 那么福利开支却有增无减 然而劳资共款比例却小得可怜 占总收入的1.32% 甚至低于外雇聘用费所占的2.21% 其实等于是这个外雇聘用费的份额 是高于劳资共款比例的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笑的情况 在澳门过去大家都很安稳 就是我们即使这个所谓1.3%的劳资公款 其实在我的角度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基本上就是你不供 那个基金都可以存续的 这是过去的事 就是我们过去经济发展得那么好的时候 我们从博彩的收入 就已经可以注资到基金上 但是这个从全世界来说 一些福利基金 或者一些福利的开支上面 这个绝对是不健康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劳资公款 在澳门最后得出一个基金 其实那个主角应该是奴资双方 但是澳门过去就是以博彩收入 作为了这个主要的来源 其实变了就是我们的奴资双方 不会意识到这件事和自己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就是大家只是供这么少的款 但是在未来到了退休的时候 就得到一个这么理想的基金的来源 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就是奴资这个供款 比例一定要是大幅增加的 因为我们不会期望 或者不会奢望澳门的博彩业 或者博彩税收永远都是这么多的 到时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基金能不能支援到 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是更加重要 因为现在看到的比例的而且非常少 我想这个基金如果 未来所谓经济的下行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破产危机 这个我觉得是对澳门社会福利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其实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到哪里 其实勞资供款比例 因为都真的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加过 应该大概是 我记录在98年的时候加过一次 回归之后其实都没有移动过 所以之前我们讨论过的 政府就说是否可以加到90元先 就是一个这么低幅的上调 其实作为劳工界我们的意见都很明识的 这个我们都觉得是可以接受 因为它都不是一个很大的承担 但是加了这个90元其实我们都认同 不过关键就是不能够去谋言动我们现在的供款比例 就是1比2的供款比例 我们其实就是反对动供款比例 但是加这个加到90元 我觉得仍是可以承担的 但是面对未来 其实整个机制都不可以正正是说 加45元加到90元 或者你将来几年之后加到400多元 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说我们要推一个强积金 就是未来方向 其实整体整个机制 顾员或者顾主将来的承担是要承担到多少 我相信这个是一定要综合去看的 就是不可以只是看如果不是我社保有公好大救 跟着公积金有公好大救的时候 其实可能社会上面对推动的质疑就会比较大 但是从稳健社保的角度 第一政府虽然现在的赌收有些下跌 但是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丰厚的财政资源 真的如何丰富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的稳健性 这个其实我觉得政府资源还是有一定空间可以做 另外一个我们之前都建议了一件事 现在在特别税收上面有两个 一个就是要来做一些社会建设和社保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基金会的费用注资 那以基金会的费用注资其实是否可以适当调剂 它的调整注资比例降低 然后将这些钱加强拨入社会保障基金 就是更加稳健呢 因为以之前的赌收这么丰厚之下 其实基金会的资源都挺丰富的 那我们是否可以适当将它一定的比例调整 再放入社保基金稳健呢 我相信两者的检讨都需要 好的 那么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填补劳工政策上的相关漏洞 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 真正的维护好本澳雇员的利益 今天多谢李议员以及苏先生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也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议员讲坛 我们下期再会